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一下还有更完整的收盘数字 今天在这个比较大支的 或者是说在这个权重股 高价股的部分 涨到大力光 鸿海 甚至连台积电都还在撑盘 那么今天呢 OTC市场表现就比较弱势一些 在这个OTC 哇 现在还下跌 跌了0.25% 中小型个股 你之前说要观察它对不对 今天这样子 从盘中突然间跳水翻黑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办法拉上去 怎么来观察 好 不会不是只有我们跳水 这个除了这个安倍金山下午 要有什么财政方案要宣布之外 日股还好一点 我们看一下大陆股市 大陆股市盘中 那个升任层指曾经跌了快 跌了5% 上任现在也跌了快3% 那一度跌了快4% 那么你说全世界股市 就是不止这样子 现在因为这个不安定的情绪 是相当大的 那当然台北股市 今天介于苹果财报的利多 那苹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利多呢 答案很快就会出来的 因为我们看到的华尔街的报导 对它这一个情况 那只是销售的 销售这一块稍微好一点点 没有如意期那么差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苹果的 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想一下 因为市场上已经传出来说 苹果可能没有i7 变成i6ES 或者6S之类的 S1啦 6SE 那i6SE的话 这个6SE的话 你就要注意 6SE是没有多大变化 才叫做6S 对 iPhone 5的话 变化很大 iPhone 5S就没有变化很大 那你没有变化很大的话 大家当时候所想象的 有一些它的特别功能 会不会因为没有办法推出 这个都要想一下 那你看今天的苹果概念股 你看2474的可乘 这有涨吗 你觉得这个有涨吗 今天大力多 苹果涨7% 对不对 3008的也是 也是震荡沙尾盘 这也要注意一下 那一些 一些平概股的话 你看那个6269的台阵 顺便一起出货 到处回 所以我说 你不要以为 这个大盘好像涨很多 事实上很多股票 都是不对劲的 我这样讲 同学朋友 我们刚才说过 大陆股市跳水 而且大陆股市已经跌破了 这个三千大关了 三千大关了 那我的意思说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看到 外资其实为了那个 期货的多单 你看台积电 尾盘还是要给你印拉上来 印拉上来 然后呢 金融股你看 国泰金也是尾盘 都一千多张印要拉上来的 都是这样子做法的 你看1301的 明明早盘就已经不太不行了 尾盘一笔当还是给你拉上来 你看这个 可是 这个不是投资人的股票 你的股票在哪里 投资人你的股票在贵买 你看贵买指数还是可以的 贵买指数还是可以的 所以我说这个礼拜是很重要的转折 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到来 你不要 就是说 当你大发解说不对劲 指数 你看指数还是拉尾盘 你看看 还拉了尾盘 你看这个都很炸的 都是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为了 因为台北股市也没有多少成交量 他现在要出货也没那么容易 但是有些股票早就本土业内 大户都在出货了 好 那么我们待会 因为这个礼拜我们有重要的活动 投资朋友 请你们 导播帮我们上一下电脑图表 请你 留意我们广告当中的讯息 请你一定要留意我们广告当中的讯息 你不要等你感觉不对劲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那我说过 我们是比较避险操作跟偏空操作的 如果你手上套牢的 你也要赶快来找我 你不要以说指数过高 你的手上就是套牢 好 留意我们广告当中活动的资讯 这个时间交给易华 好 最后面在这个国王大力光的部分 上涨的幅度有三个百分点以上 今天上市真的是 撑盘的要角了 另外在红海 台速化 台积电 今天通通都是在尾盘 有所拉抬的 所以我们的指数 最后面也是拉尾盘的一个格局 又是收在了9063点 同样几乎每天都拉尾盘 上涨38点 今天的涨幅是在0.43% 而量的部分 比昨天稍微多一些了 今天来到了945亿 是不是稍微又恢复之前的一个量能呢 那么在指数来说的话 到底今天是周选择圈结算 明天是摩台只结算 在摩台结算的当天呢 要怎么来规划行情呢 结算完毕又应该怎么看 等一下还有更多的分析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东西国际股市卖动 就能在台股稳健获利 7月30号礼拜六 上午在高雄 下午在嘉义 7月31礼拜天 上午在中立 下午在台北 免付费报名专线 0809 077 888 0809 077 888 未来空调再进化 兵力直追式移动空调 No.1 天气热 它就是冷气 马上开机 立刻吹出健康的冷气 天气潮湿 它就是除湿机 跟过敏 发霉 潮湿 说拜拜 空气脏 它就是清净机 有效过滤 体验2.5 给您全家干净的空气 天气冷 它就是烘干机 陪您全家度过寒冬 多机一体 超强功能 高效能一耗电 还可以啪啪噪 想要哪里吹冷气 就推到哪里 你还在用耗电 旧型的冷气机吗 或是买了空气清净机 除湿机 烘干机 一大堆的机器 兵力直吹式移动空调 一台比多台 一般的价钱 多重的享受 直吹式冷气 吹出健康 高效能低耗电 不滴水 免安装 免排水 现在只要一通电话 立即享受 清凉净冷的 兵力直吹式 移动空调 妈妈的拥抱 值得信赖 专业的伙伴 值得信赖 值得信赖的好伙伴 阳性银行 财富管理 生活少了 一种味道 台糖角角来咯 采用台糖猪肉 配上优质蔬菜 把新鲜包起来 Q弹有劲 营养满分 台糖首歌水饺 爱的味道 随时报道 还有韩式泡菜 瓜子肉 素食口味哦 上下一期洗 装备好效率 净化革命 LG TwinWatch 双能洗 LG最惊喜 酷下送好礼 Mi TwinWatch 双能洗 最高送六 欢迎回到台股新攻略 最近外资拼命在祖多 那么在今天来说的话 尾盘又是往上拉 最后上涨38点 可是OTC刚刚我们看到了 今天还是一个收费的格局 好的 林泰哥 这个现象怎么来看 因为最近大家说 9000点之上震荡真的很激烈 因为外资 怎么买都吸引不了散户进场 所以他只能够做这个上下的价差 后续的行情呢 怎么进步的来规划 后续哦 我觉得高档大概 大概就在这附近了 就在这附近 因为国际股市也不怎么样 你不要以为 像今天盘后的 我们再强调一次 昨天你看那个 费人半导体大涨 对 可是你反应它是个月股的表现 那我跟大家提到几个重点 就是说 北美半导体的BP值 订单出货比 上市在1 他从今年年初的107 1.07 一路下降现在是1 现在是1 可见那 疑虑是相当多的 疑虑是相当多的 好 那我就还是强调一次 我们广告当中的讯息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好 那今天最应该 最应该涨的 就是华雅科 刚才才跟宜娃在聊天 最该涨华雅科 因为不是说 美光已经谈到细节了吗 这个收购价还是30 可是华雅科今天是这个样子 华雅科今天是这样子 那就不用讲南亚科 南亚科跌得更重 南亚科这个 早上一大早是大涨的 早上一大早 你看这个不叫做出货 投资本来什么叫做出腿 尾盘 你看出到这个 这个900多亿的成交量 这个今天是有量的 那留着很长的上领线 这个你看 这不是出货是什么 这不是出货 早上一路拉高 有没有 最高在 然后一路出货 再出货 出货出得很严重 那就说我们业内是不停的 当然我们在 我在华尔街的报道 是看到说 紫光好像有意义 还是有意要入主这个美光 因为我听到美光 好像送出这个意象书 给这个他们的金管会 那会不会通过 美国我们不知道 搞不好不会通过 可是如果通过的话 那美光要来 要来买华雅科的话 这麻烦事情又大了 又变成入资了 又变成入资了 那入资我们又反对了 所以这个 事实上没有大家想象 但是今天 这个南亚科是没有因为这样力度上去 你看今天多大的新闻 今天很多大新闻 2454的联发科也是 有没有 哦 订单满载啊什么的 你看从这样 都是这样 这个是联发科 联发科 很多股票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这样 只剩下你看今天涨到二三十点 都是台积电嘛 台积电啊 红海啊 这个功劳 其他 其他你看不出什么东西 你看不出什么东西 那所以我说 我们还是扎扎实实的 来看看 现在这个市场上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看这个 我们的投资产 你真的是有空来看看 我们的操盘工具 那中国大陆 现在这个 待会我们再来跟大家讲 中国股市 现在看一下 国际股市现在停下来 那今天晚上就要看哦 苹果盘后的大涨 到底能不能带动 国际股市 昨天没行情 知道最近美国股市 也都很有趣哦 这好像外资的 统一的做法的样子 盘中跌了将近百点 跌了一百多点 尾盘再收上来 外资现在的做法 就这样子 做法 这个就很明显啊 有人要准备要落跑了 有人准备要落跑 可是又怕落跑得太快 一样 原油期货继续跌 原油期货 昨天还在跌 还在跌 原油期货继续 看到42了 那这个美元指数啊 会不会 因为明天的这时候就是 明天的这时候 就是联组会利率会议的公布了 那大概市场上 预期不会升息 他会后要讲什么 你就要注意了 会后要讲什么 你就要注意了 那当然 我今天晚上大概 大概从两点多 我就 因为我本来就习惯 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 那今天我会再早一点 一点来看看 他的报告是怎么样 那其他的内容变化不大 变化不大 那日元昨天来到104.6 那因为今天下午安倍近上好像有什么财政政策要推 而27兆日元是真的这么多吗 所以日元早上因为他的一个本来还在104 突然间变106 现在在105.6 105.7的位置 所以这个是在走升的 所以如果美元继续升 然后安倍的看到提供的这个经济效益财政政策到底怎么样 我相信答案很快就出来了 但是有一个地方 大陆股市 现在盘中正在大跳水 正在大跳水 那国际股市 这几天因为 因为在等联准会利率会议 所以没什么 没什么成交量 没什么成交量 那苹果呢 因为苹果的盘后公布财报很好 那我们待会就要来讲苹果 苹果的格局到底怎么样 好 那么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苹果 那一样要跟大家讲观念 苹果的股价是这个样子 那今天能不能来突破这里 来突破这里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里就假突破 它的格局是这样子 那我说过苹果 你公布市场已经证明 它是相当不好的 只不过比预期的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未来才比较重要 库克自己也说 下一季他们还是要下滑 那中国大的部分衰退三成以上 这个是他这几年来 这个赚最多钱的地方是这样子 那现在卖的好的是5S 那这个如果变成 这个iPhone7不推 只推6S的话 那就很麻烦了 你看这个 因为大家都市场船 因为你 你正统的iPhone7的话 你才有很多更改的 更改的这个内容 如果纯粹是只是S的话 那更改的内容很少 很少 那当然就能够 这能不能在这个 全世界手机都在持续摔退当中 打出一条活路 这很难讲 这很难讲 所以我们今天平概股 全部开高走低 全部开高走低 除了台积电之外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 因为它盘后就来到103了嘛 103就是这附近的位置 那如果来到这里能不能突破 因为这里就假突破了 这里假突破 再来一次假突破呢 我就认为这个机会很大 稍微留意一下机会很大 那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 这个礼拜 我刚才叫你看广告当中的讯息 就是要告诉你 这个礼拜 因为来到这里 投资朋友 你过去这一个月以来 你做多次赚不到什么钱的 你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一个想法说 因为我们今天遇到一个 一些投资朋友跟我讲说 他为什么想要做空 因为他做多都赚不到钱 那就放空吧 没有想到刚开始的放空 是无心插流 后来让他赚很多 为什么 因为投资人永远是在 高档里面去追股票的 你把高档去追股票 这个动作把他颠倒了 高档来做空 高档来卖股票 你才是市场上最专业 最有智慧的投资人 来看一下 好 那么美元指数创四个月新高 这个我们天天再讲 假如热钱会不会松动 那如果联组会今天晚上讲一讲说 因为现在说年底会升息 高达五成 本来说今年绝对不可能升息 那你升息高达五成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外资国法人 美国的机构法人 大部分都在买美元 所以美元掉不下去 大部分在买美元 因为美元被强力低估 美元被强力低估 那这个新台并贬值的话 热钱就出去了 所以你要怎么应对 资金风口浪一旦退潮 你要怎么应对 外资的两手策略 我要怎么来告诉你 来 九千里仗是贾徒步还是贞又多 是贾徒步还是贞又多呢 想一下我讲的 这些你看被我们空成怎么样的 这个大跌破底之后有什么作为 如果你有这些股票 好 价格主力都是拉高出货的族群 已经有能够 在我们已经开始研究到 有些主力正在出货一些 一些个股了 你自己要心里有数 好 活动的范围来看一下 看一下 活动的范围来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好 重要的时间点 你千万不能缺席 因为市场上 所有台湾的分析师都讲多 只有我们比较偏空 比较保守 叫你做避险 叫你放空 对不对 你可以来听听看我怎么讲 最主要你要问问你自己 你最近这一两个月来 买股票 有没有赚到钱 我们最近都在招募的这些 跟我们很有缘的投资朋友 在高档知道说 我要卖股票 想要放空 玩大一点的 你跟上脚步来 好 麻烦一下这个易华 跟我们报告指数的收盘 好 今天在期货市场的部分 最后面在台子期的部分 收在相对的一个低点 虽然说尾盘是翻红的 但是最后收在了8976点 只是小涨了0.12%左右 今天在电子期涨了比较多 367点作收 那么涨幅是0.62% 金融期却始终没有办法翻红 最后还是小跌 963.8%作收 跌幅在0.17% 今天在贵买解释OTC部分 130.6点作收 最后的跌幅0.27% 就是今天期限 获得一个最新收盘表现 好 丁泰哥金融之前出来都撑盘了 最新好像就有点放弃 气手 撑不住了吗 应该是差不多了 你说还能够撑到什么时候 这个我觉得有疑虑 有很大的疑虑 那我的看法是走到这里的话 事实上 我觉得投资票你自己想想 不管是经济基本面也好 国际的格局也是一样 像今天大陆是跳水袭杀的 连三千大关都破了 那如果是这样 你要怎么做 我觉得高档 很容易让人家迷惑 拼得老运把指数拉上去 再晚了就好像 外资再晚了就像台积电 你看他现在连金融也户不上去了 因为业内的卖压更重 那我相信如果我是外资 我现在很怕一件事 我这么多的一个成交率 投入那么多钱 我要怎么出 不要那么出回 这都是学问 但是个股早就不行了 你看我们今天跟大家讲 几檔股票像4966的APP普瑞 你看看今天早上多少人在讲APP普瑞 多少人在讲 我盘中10点半的时候访问我 我说这种股票都要小心 因为他会 他留一个 爆大量留一个上影 这个叫APP普瑞 KY普瑞 就以前的APP普瑞 早上他这样 所有的老师都IC设计 普瑞啊普瑞 都变成人家主力大户出货的对象 那不是说 那自己同学拍摄 问你怎么到处出货是在出啥 哪有意思 你看 你看这个标准的出货嘛 早上拉成这样 所有人都要讲到普瑞 每一个东也普瑞 西也普瑞 是怎样 对吧 现在大家都不敢说心象 像没有人敢讲心象的嘛 是不是 以前都标股 现在没有人讲同志 什么 这个叫胜利 有没有 没有人讲那个了 今天好不容易谈上 普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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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天 都套在高点 就变成人家出货的对象 这种情况最近会很多啦 这就是为什么跟大家讲 紧急在这个地方 动员大家 一起来跟我们办这个活动 这非常重要的 投资面是非常重要的 你很像 木板工去的人把你帮出货去 对吧 你看我说这个真的是 是股市真的是人心险恶 这个是 待会我们就看到 普瑞的这个技术面了 来 你看加钱 看加钱 而且我们空单啊 空单连指数方面都开始不空了 今天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点 空单连指数方面 这个来到这里就是不空 所以我的这句话 今天加盈值 我的下的重量 现在不空 更待何时 你今晚会不会抗更待何时 投资人 你一定会有 说指数这样 个股是不一样的 你看那个贵买的指数 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创新高 为什么指数一直在创新高 贵买就是没有办法创新高 而且还盘跌下来 就是你在拉指数 就有人在出货 因为大家都知道贵买是 是我们业内啊 我们这些散户 业内在玩的股票 那业内根本不 不撩你这个这个外资在拉台 所以他就一直在出贵买的货 所以等于那个指数啊 大幅拉回的时候 投资人都是这样 眼光很短视 指数开始在跌的时候 吓坏了 可是再看看自己手上股票 早就跌了一大段 我为什么坚持做空 我为什么不愿意忽多忽空 对不对 每个人都在讲指数 每天每个人都在 这个业内大户爽死了 每天都有人扶着 来到处去一下 每天都这样 好 日元 日元那关键点 因为他今天安倍金山有动作 我们等他这个 他做了什么动作 这个财政政策啊 财政政策是很慢的 而且日本人啊 日本的央行最不喜欢做财政政策 那这都是冠家 假小金那种 做模作样 不见得是利多 KY普瑞啦 KY普瑞更危险 为什么 因为他连高档都没有 拉了一段高档 然后突然这个爆大量 然后一路出货 才几天的时间全部吐回去 再做多吧 你自己想想看金虹 有没有 什么 什么 电子标签 你看看 头部都出来了 金虹啊 头部都出来了 还在那边电子标签 早就不涨了 你讲了 讲了一个多月都还在高档 这时候还没有大跌而已 这个一旦跌破 明后天就跌破了 一旦跌破的话 你测量就来到这附近了 有没有 是不是 联发科 有没有 不是大利多吗 每天都利多 联发科每天都跟你讲大利多 然后订单满载啊 今天看不到什么趋缓 都在出货 都在出货 高档这一根的货都还没有出完 慢慢在出 有没有 然后今天呢 一样给你留上影线 有没有 留个大黑棒 所以这是利多出境 这个更不用讲 这阳明光这种 当然就不用讲了 这本来就一直衰退啊 我们的台湾的企业就是这样 都不会讲实在话 第一季第二季都赔钱 然后就说 没问题 我们赔归赔啊 我们下一季会更好 陈宏每一季都讲这种扭话 陈宏很多公司都这样 我们这季很烂很烂 没关系 我们下一季会更好 这些话 你告诉我什么数据 你有什么数据 显示说你下一季会更好 泰伯 投不出来了 这个啊 不要留恋哦 没有意外明天就好看哦 因为几天没有上去的话 技术面就好 多头技术 你看这个能够上去的原因是只有两天 这个搞在这个位置已经三天了 所以明天没有上去这个就崩了 你要知道这基本的技术面 为什么这么有把握 你看那个药华药 这个都是上新贵之后 上贵之后来 来赚市场的那个 公司派都这样来赚市场的钱的 你看药华药大家讲的多好 赔钱的公司啦 然后呢你看看 如果没有记错它是赔钱的公司 财报表我还没有看清楚 不过你看这个 药振一大堆弄了半天 股价天天跌 来照到这里一下 股价天天跌 你心里要有数 新巨科 我跟你说啊 AR VR连边都没有办法站上 连边都站不上 八竿子都打不着 AR VR 就是自己 自己那样乱说而已 亏损连连 拉这样子今天第一根 今天我们软体也是第一根 一样跟大家讲第一根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软体 显现出来3630是怎么一回事 第一根 第一根下跌 反手做空 新巨科今天第一根 反手做空 新巨科 照一下名字好了 因为我没办法打上去 新巨科 今天第一根反手做空 反手做空 软体上也有跟他 跟我们今天 在软体上给我们客户 抱了第一档 一档苦药就是新巨科 反手做空 今天开始杀了 那浦瑞也是 浦瑞也是 注意哦 爆大量流上引线 这个不是出货这是什么 而且他还不算高档 他是头部快形成 急拉一根之后呢 开始出货 头上大量流上引线 我知道想不到 大量都这样 所以人肯不怕 鬼肯哭哭 你自己注意哦 应该自己注意哦 我提前跟大家讲 我再讲一遍哦 你贵买就是很好的例子 为什么贵买都是收黑 没有办法盘跌这样 为什么贵 照理说加钱指数 已经创新高了 贵买为什么在盘跌 就在拉加钱指数的过程当中 我们本土 因为贵买 大家都知道 就是投资朋友啦 分析市营的悔患啦 还有业内 大家在出货 可是啊 如果是参加 你去参加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还套在高点呢 那就是有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们在出货 你出货 那指数如果真的在拉货的话 弱者很弱 贵买的股票跌得更重 你看那个太阳能率呢 这些都跌成什么样子 如虹啊 安德阿末暴跌啊 你要小心啊 安德阿末这个暴跌啊 心象现在没人在说心象啦 那那里面如果破了你就知道死哦 大头部哦 现在还没人在心象 没人在心象啦 对不 先锋 这个大头部一旦出来的话 跌破的话就麻烦了 松翰只长一天跳空 吐回去了 这就跟大家讲 投资没有 一样哦 老话一句 老话一句 请你留意我们广告当中活动的资讯 一定要留意我们广告当中活动的资讯 这个礼拜 比任何时间都重要 你有心的 想要玩大的 跟我来 那你不会卖的 但是自己也觉得很奇怪 指数天天有高点 股票一直套住 跟我来 跟我来 来 美元指数会代表 一旦 这个新台币转贬的话就麻烦了 再来看看 台股九千元 你这样这是怎么一回事 下一个 我们已经看到下一个主力 因为年报 半年报要出来的 主力要准备出货了 半年报有的相当难看 会不会是同志 会不会是胜利 多的是 会不会是光环 或者PA的股票真的很好吗 来 活动的范围在这边 活动的范围在这边 打过这个机会 赶快跟我们做联系 谢谢大家 我觉得在外司呢 这个最新的筹码面已经出来了 在多单的部分呢 是减少2932扣 整理的进多单呢 还是维持高档水位 明天摸台结算 咱们来掌握行情 持续锁定台股新鸿略 我们明天同学再会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